自刀剑神域第二季结束后,已经过了三年多了,如今刀剑神域第三季将会在今年十月开播,看来刀剑又会火一把,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会去漫展。 以前刀剑很火的时候,整个漫展出刀剑了很多,不知道你还记得十二年的铜人,十三年的巨人,十四年的蔚来,十五年的金木,十六年的雷魔,十七年的沙雾,这些就是很火的动漫,也是当年漫展上出的最多的动漫人物。 最近刀剑神域三的PV出来了,公布出来的信息量很多,老白就稍微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,让你们稍作了解,现实篇章截图图一,这个是铜人从游戏里登出后的样子,铜人的模样明显比第二季更加成熟了,假期铜人在游戏里给他们打工,收入还是蛮不错的。 图二,这张图不确定放在哪个位置,应该是亚斯纳特施来看着从游戏里退出来的铜人,然后和他一起回去,图三,打工回去的路上,铜人和亚斯纳一起走,突然有人袭击铜人,往铜人身上注射了药物,这个注射器在第二季死枪篇看到过,而注射药物的人是撒威笑棺木的成员,图四,亚斯纳看到铜人被注射药物,吓到了。 第三季的亚斯纳明显变得成熟了,看来主角们都长大了,图五,被注射药物的铜人倒在地上,之后被送往悬浮图海外的乌龟形基地中治疗,而在治疗的铜人,铜人也进入到了另一个游戏里,也就是UW片的开持,UW片游戏截图图一。 UW游戏里的风景还是很不错的,周围鸟雨花香,远处还有一棵巨大的松树,这棵松树给铜人似曾相识的感觉。 图二,铜人来到松树旁,看着巨大的松树,这个地方他好像来过,其实在他小时候11岁就来到过UW游戏里,还认识里面的原主居民。 图三,这是铜人在UW里的模样,看到铜人镇衣服,看来慢战上又要换新装备了,铜人此时在看着巨大松树。 图四,UGO登场了,他和铜人打招呼,感觉就像和铜人很熟一样,但铜人却记不住他,根本不知道这位是谁,话说UGO和铜人长得蛮像的。 图五,UW游戏里的夜晚,铜人来到UW里后,第一个到达的地方就是这里。 图片中最醒目的就是那个巨大松树了,曾经UGO和爱丽丝就住在这里。 图六,这应该是同人回忆起了以前的事情,想起了他11岁来到这个世界的事,那时他认识了UGO和爱丽丝,他们关系相当好。 图七,这个好像是爱丽丝的妹妹,也是村里的NPC。 图八,爱丽丝后来被抓走了,被人拿铁链绑住,然后被飞龙给叼走了。 在那之后,UGO就再也没见过爱丽丝,图九,被叼走的爱丽丝,竟然被这样对待。 后来爱丽丝长大后,成为了一名实力很强的女骑士,再给大家看看第三季的战斗特效,还是很不错的。 很期待第三季到来,到时又能看到同人,在游戏里战斗了。 关于第三季,总共分为两部分,就像第一,两季一样,上部分讲爱丽丝和UGO,下部分讲亚斯纳和UWA战斗。 今天关于新翻报道就说到这里了,关于刀剑神剧第三季具具体的故事,等到出来的时候,老白会再写相关文章,让你们了解。 如果喜欢老白写的新翻,记得关注老白,在期待十一月新翻的同时,也别落下七月新翻哦。